拉夫罗夫表示 日前乌克兰政府在停火线附近调动军队并建设军事基础设施 然而西方国家对此置若网文 俄罗斯表示失望 拉夫罗夫指出 尽管乌克兰政府违反了乌克兰东部冲突双方此前达成的明斯克停火协议 西方国家仍以不可接受的行动和声明来支持乌克兰政府 拉夫罗夫呼吁西方国家改变态度 要求乌克兰充分旅行明斯克协议 在外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 乌克兰应该控制自己的武装力量 不要在乌克兰东部挑起军事对抗 在乌克兰方面表现出平息局势的意愿之前 俄罗斯认为 当前乌克兰东部局势仍非常紧张 乌克兰应停止诉诸军事手段 控制其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的军队 因为在边境增派军队通常都被视为挑衅措施 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与北约秘书长通电话 并提出要加入北约 佩斯科夫指出 俄罗斯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能否解决其内部问题深感怀疑 乌克兰此举将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